本土疫情延消大型活动是否会受到影响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大型活动目前不会取消 也会取消集会人数上限实联制 但必须严格管制 不能设饮食区 也不能边走边吃 开斋节考虑了很久 原则上还是举办 我们还是没有取消大型活动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 严格管制大型活动 所以这样啦 我们还是配合中央 取消这个集会人数的上限 人流的管制 失联制十分之秒 但是我们希望去参加的人 你知道 这个要现场要备有量色体温的设备 要干洗手衣 酒精等消毒设备 工作人员要健康管理 打满疫苗 活动期间全程戴口罩 那场所要加强倾销 最重要是这样 不能设这个饮食区 尽量不要在那里吃东西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要设这个饮食区 那更重要不要边走边吃 最后是希望说每个主办单位都有防疫的应变计划 所以开災节我们虽然考虑了很久 原则上还是举办 但是就是全程戴口罩 吃东西的东西全部取消掉 就这样 按照以前 考虑其他国家也要花两个月才会慢慢下来 所以 我们想办法把最高点压到最低 尽量压低 然后在医疗体系可以忍受范围内 把这个 那我们台湾就度过了 新冠肺炎疫情的这个 因为其他国家也是一样要 要经过这一段 疫情越来越严重 不仅单日新增高于预估 社区筛检站的阳性率也上升至11.7% 因此大型活动也将严格管制 不提供食物进边走边吃 另外副市长黄珊珊也针对快筛阳性 视同阳性确诊的后续问题做说明 因为目前快筛 既从中央的角度来说 它也是准确度越来越高 那台北市七大公会筛检站的统计数据 我们目前快筛阳性之后 在座PCR的阳性率高达88.57% 也就是说快筛阳性 九成大概都是确诊PCR阳性 那确诊阳性之后 这民众就会非常的慌乱 所以这边我们告诉大家说 快筛阳性之后你应该怎么做 第一个如果你是自己在家里快筛 比如说你是因为居隔 所以你有快筛剂 然后你筛了阳性 那或者是一般的民众 去了药房买了快筛剂也筛了阳性 那大部分就先把自己当成 九成都应该是确诊的 那第一个你可以先步行 或者是家人自驾到附近的医院去做采检 那尽量不要搭乘大众的运出工具 另外我们也在我们量能可以的话 我们也会安排防疫检测 不过现在量能都非常非常的紧 那第二个去采检完毕之后 其实也是请大家安静的回家 静候PCR的采检结果 那如果PCR采检结果 接到医院的通知 你是PCR阳性的时候 也会同时收到一份简讯 就是到台北市的相关的平台 我们去上网去登录 你的接触史还有你的状况 那接下去我们就会当成 确诊个案的流程 继续往前走 如果医疗体系扛得住 市府尽量不做限制 克文哲说 防疫与经济当中 还是要取得一个平衡 对于会影响民生经济的 市府最后才会动 不到最后关头 不干扰市场经济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